也不动声色地召集了一批 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侍卫 每天和他们在一起练习摔跤扑击等武艺 据说有时豪拜经过这里 看到这帮小青年练的热闹 还会忍不住寄养下场指点一二 为了表现黄骑舍武功 到晚年他曾经回忆过当时 苦练杀敌本领的情形 苏克萨哈被处死以后 悬夜不动声色地召集了一批 和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侍卫 每天和他们在一起练习摔跤扑击等武艺 据说有时豪拜经过这里 看到这帮小青年练的热闹 还会忍不住寄养下场指点一二 为了表现黄帝的大志大勇 史书记在说 有一天 敖拜称病没有上朝 悬夜突然深入虎穴前去探病 正在图谋不轨的敖拜 慌忙躺倒床上装病 激警的侍卫在敖拜的枕头底下 发现了一把尖刀 使在场者无不病不呼吸 谁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只见十五岁的皇帝拿过尖刀在手里颠颠赞扬道 刀不离身是咱们满洲的习俗 不错 不错 于是大家静欢而散 在此期间 康熙皇帝 为了麻痹敖拜 让他放松警惕 还不停地为他加关禁绝 每当有不利于敖拜的奏章时 皇帝便会对上书者痛加斥责 只斥他们 网行冒揍 孤名调狱晕晕 帝国官场最高层之阴谋诡诈 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1669年 即大清康熙八年五月十六日 是被当时与后世热烈赞颂的一天 这一天 康熙皇帝将那些年轻侍卫们召集起来 问他们 你们作为我的左膀右臂 是怕我呢 还是怕敖拜 大家齐声回答 我们只怕皇上 皇帝深感满意 散朝后 敖拜最后一个离去 当他屈膝向皇帝行礼时 这帮小青年一拥而上 把这位国家重臣摁倒在地 随即捆绑起来 关入监狱 其他如厄比龙等敖拜的所有党与亲信 全部束手就擒 据说敖拜被拿下后 举朝庆贺 随后公布了他三十款大罪 群臣请求将他立即斩首 有一位名叫白晋的法国传教士记载说 在审判敖拜时 这位战功累累的前帝国重臣脱下自己的衣服 让皇帝和所有在场的人观看他身上数不清的伤疤 他一一告诉皇帝 哪一块伤疤是在哪一次战斗中留下的 其中还有他舍命救皇帝的祖父太宗皇太吉时而身负重伤等等 最后皇帝下令从宽处理将他幽禁起来 九名被认为是敖拜死党的高级官员被处死 俄比龙最幸运 不但保住了性命 不久之后还以公爵的身份继续肃位内庭 此后若干年 敖拜这位曾经出生入死的大功臣 变成了鼻梁上涂着一大块白粉的小丑模样 实在也是丢尽了先帝和大清朝的脸 四十多年以后 康熙五十二年 早已在幽禁中死去的敖拜被追赐名号 由他的子孙世袭 等于是悄悄为他平了反 康熙死后 他的儿子雍正继位 又下令祭葬敖拜 并恢复他的一等公爵由子孙世袭 到康熙的孙子时 乾隆四十五年 再一次把这位已经是一百年前的死人翻腾出来 命令将他的一等公爵降为一等男爵 帝国政治之波鬼云爵 实令人如坠无礼物中 没有人能够弄清爽 这里面到底藏着些什么 到底藏了多少包 从康熙八年开始 康熙皇帝玄业才算是真正亲政 他用小孩子闹着玩似的方式 轻轻松松地扳倒了似乎不可一世的敖拜 令帝国臣民佩服的五体投地 没有人认为对于帝国政治来说 这有多么的不体面 人们把这一举动看成是有如天柱 看成是神明一般 看成是小皇帝雄才大略的最初展现 人们有理由在皇帝的举动中 期待着美好的明天 在史书记载中 我们可以知道 从康熙八年开始 帝国终于陆陆续续停止了圈地 投冲和逃人也相继淡出人们的视野 中国进入了长达 康熙十一年 冬至后三日 云南竟然在隆东时节 雷电雨暴风雪矿石兼筑 按照古人的说法 这是千年惨见的灾火之症 恰在此时 一个名叫扎如龙的人 来到云南昆明平息王府 这个人曾经做过南明洪光政权的官员 他承递给了吴三桂一封血书 建议吴三桂起兵造反 血书中说 天下军人和朝中大臣 都在期待着王爷带领他们重整河山 王爷是汉人 当年的事情出于迫不得已 今天夺取天下的官剑就在王爷手边 只要您登高一呼 天下就会响应 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 这位自以为看清了天下大事的读书人 万万没有想到 平息王爷吴三桂竟然一根绳子 把他捆送到了北京 结果此人被朝廷凌迟处死 他可能更加想不到的是 一年以后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吴三桂杀死大清云南巡抚 发布反清席文 自称大明崇祯皇帝的三太子 就藏在自己身边 三十年忍辱负重 为的只是这一天 他宣布脱离大清 建国号为周 自称奉旨为天下都昭讨兵马大元帅 他命令全军剪掉辫子 改穿大明军服 试试指导烟山云云 吴三桂又一次面临水深火热的局面 只不过前一次在山海关时 火炉上被煎熬的是他住几 而这一次是他把住几 他的家人 父下和天下生灵 一起推进了火坑 关于康熙盛世的说法 我们已经听到的足够多了 从某些特定的角度观察 这种看法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帝王政治中 大约有三百多位皇帝 就他们的文化素养 政治才干 心胸 眼光 意志力 对国际民生关注和付出的努力 这些方面判断 康熙皇帝玄业即便不是最好的 也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或者是首屈一指的 从总体上看 应该说康熙皇帝本来有可能 远远超越于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之上 从而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 但是非常可惜他没有做到 他没有能够完成那个升华过程 没有能够在思想与精神层面上 给他的祖国和人民带来任何新鲜的东西 而他其实是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公元1669年 视为大清康熙八年 搬到敖拜之后不久 玄业就命令户部将直立 也就是今天的北京 天津 河北地区 钱名费番的土地 全部无偿交给老百姓耕种 皇帝一声令下 一千多万亩土地 无偿回到了农民手中 这项政策当时叫更名田 是康熙皇帝玄业真正执政后的第一项得政善举 在此前后 满族人的圈地运动 包括几年前 敖拜推行的圈换土地政策 汉人被迫投冲到满族人家为奴的现象 官府到处缉拿逃人等等恶政 也陆续平息下来 并最终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应该说这种情形和康熙皇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据说在乾清宫皇帝玉座边的柱子上 贴着一张条符 上面用大字写着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山藩 第二件事是治和 第三件事是朝运 在当时 这是摆在悬业面前最为紧迫的三件大事 应该说也是那个时代 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最重要的三件大事 三藩指的是在大清帝国入主中原的过程中 曾经立下过汉马功劳的三个汉族藩王 广东的定南王尚可喜 福建的靖南王耿京忠 和云南的平溪王吴三桂 本来还有一个驻扎在广西的公寸王孔友德 是清出著名的四位汉族藩王 这个孔友德不走日 在平定广西的战争中 碰上了张献忠余部里最能战的将军顶定国 结果在桂林攻防战时 独弹额头攻击 从此也没能守护 最后他让家人点火自焚 他自己也自杀死掉了 从此只剩下了三位汉族藩王 也就是所谓三藩 在我国历史上 但凡大一统的中央地质政权建立并稳定下来之后 那些手握重兵重拳的地方藩王和功臣们 就会成为一个大麻烦 大清朝立国之初 大约是还没有领教过这种势力的厉害 于是一口气封了四位汉族异性藩王 事实上 在进军全国的过程中 这几位汉族藩王统帅的军队 可能比满洲八旗的兵员总数还要多 说大清朝的天下 有一半是他们打下来的 应该不算过分 前面谈到的那位孔友德 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广西地区大体平定下来以后 孔友德曾经上书皇帝 谈到自己满身如同刻画一般的伤疤 一到风雨时节便痛不可当 几次昏死过去 且自己生长在辽东 不习惯南方水土 因此希望结甲归田 安度晚年 皇帝不许 因为南方还没有彻底平定 结果还真让皇帝说中了 不久李定国便打到了桂林城下 这位孔友德也就此丢掉了自己和家人的姓名 另一位王爷尚可喜也曾经两次请求激流一会 由南方返回辽东居住 同样因为南方战局未定而被朝廷拒绝 在这个意义上说 最后酿成三藩之乱 中央政府还真的有不小的责任 很难完全排除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的嫌疑 如今天下大体太平 于是三藩就成了问题 特别是吴三桂 远在西南边陲 山高皇帝远 实力又发展得特别大 已经成为皇家的一块心病 说起吴三桂的历史 实在是一个典型的头脑错乱 整个一个稀里糊涂的话题 面对这个话题 应该感到尴尬的 不单单只有一个吴三桂 还有所有愿意正视这一段历史 同时智商指数还不算太低的人们 以往吴三桂受到了不少痛骂 这些骂声在某种意义上讲 并非毫无道理 当人们把他骂成是 汉奸 任贼做父 引狼入室 这一类的时候 如果是出自晚明前清时代的文人之口 也就算了 毕竟他们中有不少人是明朝移民 心中藏着深深的隐痛 如果这种骂声是出自当代人之口 问题就出来了 在把吴三桂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 这些人似乎已经把国家和民族利益 扔到了脑后 道理非常简单 假如吴三桂与李志成连起手来 把多尔滚和满清铁骑打回到上海关之外的话 中国还会是今天的中国吗 翻开历史地理书籍和历史地图籍 我们很容易就会知道 大明帝国最大时 有效控制的国土面积 大约在五百万平方公里上下 到明朝末年 能够有效控制和管理的 只有三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左右 大清朝入主中原之后 有效控制和治理的国土面积 最大部分